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是我,你们的好朋友,西兰 最近我看了一期Dunky的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他说 做好视频的成本太大了 然后在现在的YouTube环境里面 日更,然后做那一些反映视频 或者做那一些很容易剪的游戏视频 更容易让你活起来的 我十分同意这一点 真的,我之前那一个视频 关于大学的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写脚本拍摄不同的角度 然后去讲这么多逼逼扯扯的玩意儿 然后每次编辑的时候我都觉得 这个视频不够好 这里还可以再加一个东西 那里还可以再加一个东西 前前后后花了我一个月做的视频 有这么多播放数 然后之后我那个视频 关于看抖音的现在播放数 已经比那个大学的视频播放数要多了 你们猜那个视频花了我多久 五个小时 我没有开玩笑 五个小时 当然花很长时间做这些视频 也有他们的乐趣 但是只要你不是个自闭症的话 你不会想每一天在家里 就花一个时间去想 这个视频哪里能更好呢 然后一个月只发一期YouTube视频 不发整自己的频道 这里是我的目标 这两种视频我都会做 不管是花很长时间的视频 还是那种我可以直接日更的视频 这两种我都会做 同时我也会雇一些编辑 所以这一些所谓的快餐视频 他们看上去质量也会很高 做到这一步 雇更多编辑 所以我可以录更多视频这一点 肯定需要很多的钱 好消息是 深无息出来之后 还没有到四天 我们的总赞助金额 已经达到了这么多 所以十分感谢 所有支持这个频道的观众 这些钱我都会拿来 像我说的 雇一些编辑 所以我们可以做更多垃圾视频 2021年超越小玉 2021年超越在B站上的徐大佳 你们以为我开玩笑了吗 我这玩笑开了两年 这一年不是玩笑了 二十拳打爆你们这些垃圾视频作者 臭你妈 不管怎么说 我看了这个Dunky的新视频 然后和我产生很大共鸣 他在里面开玩笑说 他要做一个节目叫做 Reaction Monday 他在嘲讽像PewDiePie一样的 这样的YouTuber 只需要看一个Jubilee视频 然后讲几句话 就能生产一个视频出来 然后我想的是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所以前几天我在搜 有没有Jubilee的中文视频 结果我发现有另一个频道 完完全全复制了Jubilee的模式 然后它是个中文频道 大家来看一下 真假rapper 真假南北方人 三十位女生与一位女生面对面建群聊天 三十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线配对 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Jubilee内容 只是把它弄成了本土话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反映这些视频 这个频道简直是一个内容金库 YouTube收入月入百万 我来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视频 就是看一个女生给十二位男生打分 我还没有看过这个视频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行 这个女生名叫图图 然后她要给十二个男生打分 我们来看看她打分打的对不对 和我会不会有一些出入 看来性格和外貌哪更加重要呢 那肯定是 性格和外貌哪个更重要的议题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 长得好看的人会觉得外貌更重要 性格好的一些人 我的意思是长得丑的人会觉得外貌不重要 已经我开玩笑了 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东西 就不能说一个人的外貌和性格它是分开的 但是可能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可能性格会比较重要一点 就比如说马云性格十分好对不对 因为他有很多的钱 显到这个频道要和胡曼TV一样了 我们现在和他一样在pander男屌丝 这个视频是赞助的BANG ENERGY OK 杀个男生 每一个人都不穿鞋 因为who gives a fuck OK 他们都带着小皂耳机 我还蛮喜欢他的裤子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几分 不是 我作为一个KOL我可以打分吗 这会不会有点坏啊 万一我给他打四分 结果观众里面有一个人长得和他一模一样 那是不是就让他感觉很糟糕 我觉得这个 这个让我怎么办嘛 你们等一下 我有个主意 我先离开一下 大家好啊 我是子明 我最近整了个龙 然后我现在看上去和刚刚那位西兰很像 接下来我说的话呢 都是我子明个人的观点 和西兰是没有关系的 话不多说 让我们继续吧 那么子明在这里呢 给这位男生 呵呵呵呵 那么子明在这里呢 给这位男生打5分 OK 5分 他长得有点丑 啊 那么这句话你可能觉得有些粗鲁 我子明就是这个鸟药 你能把我怎么办 我开玩笑的OK啊 我爱子明 这真能打吗 5分 5分是好分数OK 我现在就希望这个女生给这个男生打的分数 比我打的还要低 所以我看上去不会像个坏人 我们来看一看 长得有点像亚历山大王那种feel 6分左右 what 这我完蛋了你知道吗 等一下啊 刚刚刺我子明 眼睛瞎了 和西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刚刚那个是6分 OK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baseline 女生已经给我们设好了一个baseline 我们就按照她的baseline 她的基准之来 刚刚那个是6分 这个得7分 7.5 7.5 看起来蛮像有运动的男生 但我不太喜欢 他的小胡子那个部分 6分 啊 蛤 这两个人 OK 我的问题 每个人type不一样 我猜 他整体风貌的话 我觉得是我喜欢的type 我觉得挺帅的 7.5分 OK 7.5分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我觉得他在穿着上面 还蛮有自己的想法 我还蛮喜欢男生 对自己的一些小细节上 有想法 9分 9分 啊 这就9分了 你得预留点空间给10分你知道吗 10分是万里挑一的那种 就比如说像我这种 他9分的话 那10分不 满大街都是吗 他长的是挺帅 但9分有点 有点高你知道吗 感觉长得非常正统 但我不太喜欢正统的男生 6分吧 长得蛮可爱的感觉 可能偏小孩子一点 5分 有点像韩国 啊 what 诶 我们拿5分和前面三个6分比 你们要知道 拿批判别人的外貌来做内容 是一个 不是十分好做的事情 OK我不想太评价别人的外貌 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 我在这个摄像机前面 太逼逼扯扯的一件事情 但这个5分和刚刚的三个6分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是我的问题还是 他长得挺帅的 what 咱们也别说帅不帅 ok这5分和前面三个6分 没有太大落差吗 还是就我 你知道我不给自己挖坑了 ok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是我的问题 ok都是我的问题 诶真的这个太难了 等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子明 西兰怂了 所以现在我来评价 ok我开玩笑了 我们继续 然后他好像是 这里面我觉得 感觉唯一上升最壮的一个 6分 我觉得他长得还蛮可爱的 像旺仔牛奶那个时候 他长得像旺旺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欸他整的这个 7点 不8分吧 what 我不说话我不评论 ok这给自己挖坑我 我不挖 感觉整个人很舒生气 6分 他对我先笑了一下 我有点不忍心 打第一分 从外貌上来说 其实分不会很低 但是他 确实不是我的菜 可能 5分 他看上去超无辜的 你知道吗 最后这个男生 感觉双心了 也不太是我喜欢的类型 他也达5分 很明显我们 男女生 听判标准不一样 我觉得 ok现在我灯没了 灯已经怕了 ok灯已经很怂了 这内容太难做了 各位朋友们 我觉得我还是做那些 关于大学的事情 这太难了 ok现在他要做的事情 是花三分钟的时间 背对背和所有男人讲话 然后给他们的性格打分 我们来看一看 嗨 哈啰你好 你是属于那种 会熬夜的人吗 对 所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才会有经常熬夜通宵这样吗 工作基本都是工作 其实会影响到 和女朋友相处的时间吧 对会 还比较大我觉得 那如果说 女生在这方面 她很需要你陪伴的话 怎么办呢 我觉得还是分情况吧 对对 别找女朋友 就结束了 你知道 这男生啥话都没说 他也没有说自己观点是什么 这怎么看性格吗 基本上刚刚对话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经常通宵吗 嗯 你为什么通宵呀 嗯 工作 那这样不会赔不了女朋友吗 嗯 然后他就要开始给他性格打分 这说了什么东西 这怎么能看出来他性格是什么 他什么都没表现 观念其实跟我还蛮不符合的 我觉得就算两个人可能都在忙 但是 两个人之间 是有连结的 五分吧 只能说他给他价值观打了五分 只有不是他的性格 嗨 嗯哼哼 哈哈哈哈哈哈 嗯哼哼 那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嗯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还没想好 那你觉得我的职业是什么 主播 主播吗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问你 我们来看看他对主播有什么意见 他为什么觉得他是个主播 因为我也想不到女孩子现在 适合干什么 What the fuck 哈哈哈哈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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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ucking savage dude 我不想直接女拳起来 你知道 I'm done 这话啥意思 首先我觉得什么职业 什么性别的人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要偏往那条道走 说什么有一些职业更适合女生的话 那么也OK 那么我也能想到很多适合女生的职业 或者很多现在女生都在做的职业 护士啦 老师啦 主播啦 主播啦 开玩笑了但是这话说出来真的很没有情商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特别喜欢我主导的去聊天 5点5分 5点5分 你的职业是什么 是广告导演 我这个导演职业他比较特殊 因为我没有签公司 但是片子拍的呢就跟我的收入挂钩 时候你可能一个月都没有收入 你觉得这种生活会好吗 就有些人他可能终于稳定的一些生活 但是有些人他们生活的标准是当下就好 你这样的收入模式对我 哼 是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我觉得则偶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当下好就行了 我还蛮喜欢这种很free 然后很真实的一些对话 8分 OK 8分 他当下好 我特别喜欢打球 打什么球 篮球 你也喜欢 打球不是所有男生都喜欢的爱好吗 我觉得如果他说一些更冷门的球的话 可能更酷一些你知道吗 我喜欢打球 打球 打什么球 我喜欢打皮球 我的天哪太酷了 我不会打篮球 我可能会 对可以吗 可以 他说话的交流方式给我的感觉也挺舒服的 8分吧 就应该说打乒乓球了 打乒乓球就失踪了 你来就问年龄吗 这么尖锐 我95年的 我98年的 你不用说你比我小多少 我算得到 他一来就问了我年龄 No 6分 有些女生我真的搞不懂你知道吗 你不能问我年龄 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问她们年龄吗 因为她们老了 OK这是唯一的原因 我知道中国的文化里面 问女生年龄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事情 但是 I just don't understand 我就不懂 我就不觉得是什么大B式你知道吗 知道又怎么样 是吧 我知道你可以开些玩笑说什么 你怎么一上来就问我年龄 是吧 是一个很好的starting point of a conversation 但是如果她真的这么觉得 噢 知道来问我年龄 不可以 那我就 我不懂 你是什么职业啊 我是做 时装方面的 我是 标普设计师 你听过没有 像AR那种吗 对对对 可以这样地点 我知道日本有那种 机器人女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会选择这个东西在家里 放着 这样吧 这女生挺会聊天的时候大实话 我不知道是因为中间讲了太多还是什么 但是这个女生真的挺会找话题的 会是一个不错的聊天对象 是感觉和真人交流起来肯定会更好一点 你和机械只单方面输出 单方面的输出 只单方面的 它有一种给你很舒缓你情绪的感觉 它有一种很自然的气息 我这一点还蛮喜欢的 很自然的气息 说的是我吗 我是子 就是那个八分对吧 这个是八分吗 好像是那个八分啊 本人的话 在日常里面可能还是比较慢热 但是因为今天这样的场合 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大家的 互相给对方带来一个很好的能量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 你也是那种特别在意别人感受的女生吧 对我觉得我是在意别人感受的女生 并且我是一个在乎别人看法的一个人 怎么说呢 我觉得在两性关系中 就应该是在乎别人感受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我自己也是 我会非常照顾别人感受 它给我一种很舒适的一个正能量 就是感觉它虽然它在引导你说话 但是它给了你很多的空间和思考的思维的一些方式 所以这个男生我可能会给他打9分 8分连9分性格 我个人观点是觉得挺basic的 现在所有人都在乎别人的感受 我觉得大多数人心底里都是个好人 想要在乎别人感受 这并不能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universal的一个属性 至少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说 但他会不会这么做 那是另一回事 你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冬季的话我还蛮喜欢滑雪的 那你呢 健身看动漫打游戏 反正最近最近 我每一句话肯定剪了 我喜欢看霹雳霹雳 近期是健身 那你会希望自己的女朋友也会是健身的那一趴的人吗 这个无所谓啊 只要能聊到一块儿 然后兴趣爱好的没必要就是完全一致啊之类的 感觉就是小孩子气会重一点 6.5分 肯定是因为他说话的方式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他肯定每一天看动漫 然后看hentai 然后在家里打飞机 你好 你好 我叫李涛 你上来感觉是房地产推销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直觉就是这个 你好 你好 我叫李涛 请问怎么散步你啊 你叫我兔兔就好了 你要靠到我的身上来了 兔兔你好 你做了一个服装 兔兔你好 我参与这个人脑袋挺圆 然后耳朵也挺大 对吧 因为 圆圆的脑子 上行业对吧 是整体的 是设计啊 还是销售啊 整体的哪一个板块 我做 我做 你紧张吗 你做什么做 哇哈哈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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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笑话 我觉得如果你换一个语气会 能land 你知道吗 但这个语气 你紧张吗 你做什么做 这个语气 太savage了 你要是说什么 哎宝贝 你是不是听我声音太帅气 然后开始紧张了 这也许也许能land 你要是说 你紧张吧 你做什么做 哎呦这个 哎呦我的天啊 你紧张吗 你做什么做 我喜欢吃什么东西啊 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我会 我会做 还有公保鸡丁 我都会 那你喜欢会做饭的男生吗 还行 那你喜欢我吗 不喜欢 完全 完全 不是我的菜 我觉得 他有点太try hard 你知道吗 但是至少比其他男生 表现的性格多多了 我觉得他至少尝试了 你知道吗 其他男生就说什么 我喜欢 在意别人的感受 我喜欢 当程序员 然后都是女生在聊天 这男生虽然在试图表现自己的性格 但是有点too far了 而且他看上去挺紧张的 估计是想给这个女生表现一点性格 但是 看上去太紧张 fucked up了 然后马上把女生creeped out 我们来看他给他打几分 嗨 就完全不行 这个男生我可能会给 0分 你抽烟吗 我为什么会想问这个问题 就想知道你抽烟还是不抽烟 因为我不喜欢抽烟的男生 其实本来是不抽的 因为当时我欠 妈呀抽就抽呀 赌就赌呀 嫖就嫖呀 都应该说出来你知道吗 然后之后女生要不要拒绝她 是女生的事情 但至少你把自己真实的一面 给表现了出来 一上来就撒谎 或者直接不想表现自己 不是一个十分好的一个属性 对女生也一样 前女生也是不喜欢抽烟的 就没有泡过烟 然后后来封了以后 就没人管了 就慢慢放飞一下 因为作为男生来说 不知道可能你没有这种体会 就是说我们二十多岁之后 很经常去跟他们 那时候 他们就是平常 画了这么长时间解释 每一次都解释 自己要不要抽烟 大家当时会觉得有点碰 Who cares 就说抽 一个字就解决的事情 抽 结束了 所以也有点这个意思吧 没有很好的跟我沟通 而是可能 出产自己的想法 比较多一点 四分左右 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任何一个 比较初衷的男生 你知道了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外表上初衷 等一下 哈喽我是紫明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外套我也没有看出来 这些男生有什么性格 也许是剪辑的问题 更多像是女生在问他们问题 然后他们回答 唯一一个稍微 比较有性格的人 太紧张了 然后啊 太try hard了 然后他得了个零分 得了个鸭蛋 你说这要怎么选 我要是个女生现在 我也不知道怎么选 现在一直能和一位男兄 继续交流 你会选择性格好感度最高的 他是代表性的一次长的 性格好感度最高的那一位 正好也是他的八分 所以啊 麦好 很快 又见面了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所以我们是可以 可以见面是吗 3 2 1 嘿 嗨嗨嗨 真的很高兴认识你 你的手好暖 是吗 我胖胖吧 冬天就很暖 对对对 就是你的外貌给的感觉 可能会更乖一点 跟我聊天的感觉 让我更多感受到 是那种 比较成熟的一点的思维模式 其实还给我蛮大反差的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 谢谢 怎么样让别人和你聊天的时候 感觉到舒适 很简单啊 将心比心啊 就是 这男生给人感觉上很短 让人听上去挺舒服 和他糙比起来 也有可能挺舒服 就是 我觉得这个话我听了会不舒服 那我就不会说出口 我会更去在意一下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这种男生 也能找到女朋友 这种很短的男生 但我就觉得这个人 至少对我第一印象 就是太nice guy 太老好人了你知道吗 这个什么将心比心了 在意别人的感受了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属性 但是如果这个是你唯一的属性的话 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而且很多男生 我相信大家也认识 或者有一些人 他们自己就是 就是他们十分十分的老好人 他们对外面发射的信号也是 我是一个十分好的人 你什么感受我都会在意的 我要在意你的感受 但是如果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或者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们也许就会 马上撕下这个面具 虽然我也没有看过他几个片段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 还是要警惕 这种所谓说我很好的这种人 特别是男生 因为这个是很多男生的 巧偶策略 就是装自己是一个老好人 但也许这个男生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们也不可能 从一个十分钟片段里面 来分析出一个人 他所有为人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人 然后顺便他也是一个 十分将心比心 非常有同情心 在乎别人的人 也是十分有可能的 我只是说 in general 把自己当成老好人 是很多男生的 巧偶的一个策略 然后如果一个男生 给你表现的只有 我是一个好人 的话 那么也许你需要警惕一点 这只是我的观点而已 我的意思是 这只是我的观点 试验的话 我觉得本身的话 应该重在参与 那么作为男嘉宾的话 应该是自信 满满的 刚刚的 没毛病 那么我也很期待 女嘉宾 就给了我多少分 0分 哈哈哈哈 why oh my god 关于通过 不足的感官 给别人打分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是我们生活中 其实默默的 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 作为一个 视觉系来说 是很正常的 那个0分是超级try hard 但是我们这期视频 就要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想让我看更多的话 可以评论里面告诉我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点个赞 给我点个订阅 然后你可以了解一下 我的音频节目 深无息 链接都在简介里面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见 拜拜 拜拜